首先我们在直播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 就是讲述两个好朋友一起打游戏 然后发生了一段电玩起伏的小插曲 这个也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童年岁月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朋友 大家无论是喜好性格都非常的合拍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都慢慢疏远了 男人现在长大了就想联系成亲的这些好朋友 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们知道小时候那种纯真的友谊 也会伴随着时间消失 好的 那这里面出现了那些柯南的滑板 还有龙珠打游戏 棒棒冰的元素 基本上都是我们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 所以整个故事的主旋律 我们在直播上面看到的时候也是满满的那个画面感 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原作者拿到了授权 所以我们就开拍了这一条短片了 拍摄上面我们吸取了我们上一条蟑螂界面队的经验 对于史内的补光以及龙卵的对比更加的重视 另外在外景的取景上 我们也很惊讶 能够在广州的江南西老街找到了一个 隐藏了这么深的拍摄宝地 最值得亲和的是我们居然是可以安全顺利的拍摄完毕 这对于我们小成本的剧主来说是还是挺幸运的 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UI 就是我们的航拍无纹机就卡在了书上面 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拍航拍的那些镜头 但是很幸运的消防队跟警察都有过来帮忙 然后我们最后也是拿到了无纹机 虽然无纹机已经使用不了 但是我们幸好买了保险 也就是这些意外 其实都是我们可控范围内 那就是非常的幸运 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 最后来说的话 罗的这个MyRoll Reel比赛 要求证片和花絮都刚好不超过三分钟 这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要求 但是确实很考验视频制作者的功利 所以希望我们这条短片大家会喜欢 我会见到这条短片 那边 我们看见见 这个 我们不知 我们不知 因为 我们不知